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蝎黄的篮球世界 带你每天了解最新最有趣的NBA世界 北京时间11月2号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人队95比85击败火箭队 而本场比赛是胡人队本赛季首次在单场得分不足100分的情况下赢球 同时也是他们本赛季首次将对手的得分限制在100分之下 即便考虑到对手是处于重建期的火箭队 实力较弱 但这也足以说明胡人队本场比赛的防守效果之好 在对阵火箭的比赛中 胡人队对首发阵容进行了调整 让农梅哥出任五号位 并由布拉德利放入到先发阵容当中 从双塔阵容变为一大四小的小阵容 这套阵容在防守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但沃格尔却认为 胡人队防守改善的原因并不在于辩阵 而是球员们心态上的变化 我们在防守端取得了巨大进步 不是因为我们的阵容 而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当我们能在防守端保持专注时 这就是胡人篮球 这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 沃格尔说道 而沃格尔本人还专门表扬了队内的一名球员 他就是37岁的安东尼 此意 安东尼14投8中拿到23分 进攻端很高效 但沃格尔却更惊讶 他能在防守端送出两次抢断 四次盖帽的表现 甚至还直言根本没想到 安东尼会打出如此优异的防守表现 安东尼一直被认为是攻强守弱的球员 尤其是如今他的年龄大了 移动速度过慢 在防守端其实很吃力 但这场比赛 安东尼却在防守端很卖力 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赛经验 总能出现在正确的防守位置上 发挥出了很好的效果 而连安东尼都能打出如此出色的防守 胡人队的其他球员也确实没有理由 在防守端松懈不努力 上赛季 胡人队的防守效率值高居联盟第一 但本赛季 他们的防守效率却跌到了联盟第18位 而NBA有句名言 防守赢得总冠军 如果胡人队不改善自己的防守 即便詹姆斯 威斯布鲁克和农梅哥 这三巨头能彻底解决彼此间的融合问题 紫金军团恐怕依然难夺冠 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胡人队上下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三巨头在进攻端的磨合肯定需要漫长时间 可防守端的效果如何 更多取决于球员的拼进 既然如今进攻端还暂时无法磨合好 先想办法提升防守强度 也确实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另外 胡人虽然赢下了这一场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也暴露了胡人冲冠之路的最大隐患 垃圾时间 胡人无轮换可用 詹梅威三巨头仍在场 实际上 比赛半场结束时 胡人54-35就大比分领先火箭了 第三节 胡人75-54也是领先了非常多 虽然第四节 火箭一波17-0将分差破近到13分 但正如直播间解说老师所言 胡人并不是慌了才上三巨头的 而是真没啥人可以用了 这场比赛 詹姆斯15分7篮板8助攻火锅 但出场时间来到了34分钟32秒 就算是最后一节老汉也打了足足8分钟 8分钟里3中1得到1分2篮板2助攻2抢断 而最后一节 农眉哥也打了6分钟之多 威少则是打了7分钟多一些 胡人可以说是联盟平均年龄最大的球员 而年龄大意味着伤病隐患 这场比赛 胡人的朗多 霍华德 阿里扎 爱林顿 纳恩 敦布亚 霍顿塔克也都没能上场 很直接的一点 胡人七元大将高挂免战牌 朗多右脚踝伤病每日观察 霍华德脖子伤病每日观察 阿里扎接受怀关节手术处于恢复阶段 爱林顿腿筋伤势每日观察 以及纳恩 霍顿塔克 敦布亚都有伤在身 这无疑是增加了粘眉的伤病概率 上赛季胡人就是因为老粘和浓眉的伤病 在第一轮比赛中早早出局 所以胡人目前可以选择启动交易 补强可以轮换上场的球员 NBA记者Michelle Scotto报道 据联盟高管透露 火箭正在积极兜售戈登 火箭会试着去交易戈登 他能给争冠或者季后赛的球队提供很多东西 只是他的合同有点贵 戈登与火箭的合同还有三年5910万美元 其中本赛季1820万 22到23赛季1960万 23到24赛季2130万 不过最后一年 戈登的合同为非保障 只有当戈登入选全明星 或帮助火箭拿到总冠军时 他最后一年的合同才会转为保障 很显然 这两个条件戈登都不可能做到 本赛季戈登代表火箭出战了四场比赛 场均25.5分钟 拿到15.2分 1.8篮板 1.2助攻 一抢断 投篮命中率53.8% 三分球命中率55.6% 戈登出色的表现 引起了很多球队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胡人队 而胡人可以用霍顿塔克加纳恩 二换一 追求戈登 因为伤病 霍顿塔克和纳恩 本赛季还没有代表胡人上场 霍顿塔克今年休赛期 三年3200万续约胡人 本赛季年薪950万美元 上赛季 霍顿塔克代表胡人出战了65场比赛 场均9分 2.6篮板 2.8助攻 投篮命中率46% 三分球命中率28% 霍顿塔克年仅20岁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就本赛季而言 霍顿塔克很难给胡人提供太大的帮助 霍顿塔克技术上最大的短板 就是三分球不准 胡人的核心后卫是威少 他也三分球不准 为了让威少打得舒服 胡人不仅打小个阵容 还把詹姆斯当成一名射手使用 詹姆斯近两年投射能力建长 上赛季 三分球命中率37% 场均能投进2.1技三分球 让詹姆斯去当射手 真的好吗 和火箭的比赛 詹姆斯出手了7次三分球 全部投丢 上一场打骑士 詹姆斯三分球10投1中 只命中了一技压哨的超远三分球 两场比赛 詹姆斯三分球合计16投1中 开赛至今 詹姆斯场均要出手三分球9个 命中3个 命中率为33.3% 而且詹姆斯投进的三分球 大多数是持球投 让詹姆斯做接球投的三分球射手 那真是难为他了 而在和火箭的比赛 安东尼三分球8中5 拿到23分三篮板 二抢断四改帽 使得胡人大比分领先火箭 所以胡人更加需要 能投三分的射手 所以三分球不准的霍顿塔克 在胡人很难受到重用 对于胡人而言 霍顿塔克的使用价值不高 交易价值却很高 他的年龄和潜力 合同大小都非常适合做交易对象 实际上早在今年休赛期 胡人续约霍顿塔克的时候 很多业内人士就表示 胡人续约霍顿塔克 就是为了赛季中的交易做准备的 纳恩今年休赛期 两年一千万加盟胡人 本赛季年薪500万美元 纳恩上赛季代表热火 出战了56场比赛 场均14.6分 3.2篮板 2.6助攻 投篮命中率49% 三分球命中率38% 纳恩的缺点是防守太差 在高强度的比赛中 很难获得出场时间 霍顿塔克和纳恩 都有轮换的实力 霍顿塔克还是一名天才新星 胡人用两人去换戈登 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了 火箭现在是重建阶段 戈登是他们不需要的球员 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交易方案 可以预料 在霍顿塔克和纳恩 解除交易限制后 这笔交易就很有可能会完成 对于胡人而言 能够得到戈登 实力将再上一层楼 戈登是极品争冠3D 在火箭和勇士争夺总冠军那几年 他在火箭的作用 可是仅次于哈登和保罗的 2020年1月 戈登还有过单场50分 六篮板三助攻 二抢断一盖帽的表演 不吹不黑 到了记号赛 戈登能给胡人提供的帮助 很有可能比威少还高 所以即使需要送出霍顿塔克和纳恩 只要能够得到戈登 都是值得的